儘管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在亞運男子兩百公尺項目 以千分之二的成績 敗給日本選手小池優貴 無緣奪下金牌 但一路拼佔的精神不懈 拿下銀牌 依舊備受肯定 其中聯邦商業銀行 決定補足新台幣 兩百二十五萬元給楊俊翰 因為他刷新全國紀錄的表現 對許多人來說 已經有如奪下金牌 在聯邦銀行和中華奧會的心意 和協助下 幫助楊俊翰獲得這一筆獎金 由於楊俊翰 已經在九月六號出發至美國 參觀未來的訓練環境 無法親自到記者會現場 由姊姊楊雪萍代表出席 在全國大力的支持下 楊俊翰將持續追逐極限 在未來挑戰更傑出的成績 未來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